那個Eclipse它的優點是因為我們有兩個工作區 那實際上後來我發現這個工作區是可以同時開啟 也就是一個Eclipse它可以開啟兩個工作區 所以我們舊的專案比如說在另外工作區的話 你在執行一次工作再執行一次的話你可以開啟另外一個 所以比如說我們今天呢假設我們前面有寫過那個 103產生亂數個數比如說像這邊 假如你要把它改成App的話 這邊比如說五個好了五個亂數 Enter之後這邊不是會產生亂數對不對 那像這樣的一個Java的一個 一個一個程式它這個地方我們是在Console環境下ROM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把它改為一個App的話 那基本上我只要講上面加一個Label 那底下的話讓User可以輸入對不對 輸入完畢之後有一個Output的地方 那當然你可以多一個按鈕一個Button按下去之後 產生它的結果對不對 所以那個介面應該有個構想 那這個介面的話怎麼做基本上 其實我可以切過來這邊看 那我們最簡單的方法你可以用Hello World來改 有沒有Hello World如果做完之後 其實有些地方你可以做修改按右鍵有沒有 把它複製對不對 複製按右鍵再把它貼上 他問你說你的專案名稱 比如說這邊改成JVD103 好 那 這個地方的話基本上我就做哪些改變 這邊的話呢本來的位置是 我畫面在這裡 其實基本上的話我就上面 把這個名稱有沒有 把它改動 上面名稱比如說我換成T00好了 按右鍵 ID我這邊叫T00 然後裡面的名稱是 請輸入與產生 亂數個數有沒有 然後底下的話在搬一個什麼 Test Fills 然後這邊用Lambra 這也有一個問題 也有一個問題